環境 雜草蟲生 一些蚊蟲的都來 你覺得這個有人在管理嗎 沒有人管理 明明停車場是有單位管理 但看起來雜草蟲生 草都長得比車還高 甚至有車輛都快淹沒在草堆中 其實不管是哪一個單位 希望市政府固定都能編列經費 把這塊土地稍作整理 因為其實草都長得比人高了 那其實政府方面 當然都會以經費不足 可是我覺得不管是如何 因為其實大家有停車需求在使用 可是畢竟這邊雜草生了以後 就垃圾衍生隨辦而來 所以希望環境能把它做好一個整理 然後因為畢竟旁邊又是八斗國小 大家幾乎每天固定 有在使用這個停車場 里長口中的停車場 就位於八斗國小右側空地 市安府在106年向台電借用 作為地方停車使用 台電去年韓文要求收回 經過地方里長和市議員張浩漢協調 台電同意繼續提供地方使用 不過中正區公所今年接管之後 卻沒有除草整理 讓居民誤以為沒人管理 然而在這段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原本在台電 在去年的時候 是希望將土地收回來 另做他用 那經過的一個努力的協調 台電還是同意讓中正區公所 來管理後方的一個場域 但是在管理這個場域的同時 其實中中區公所似乎沒有 編列相關的一個經費 來做場域的一個管理跟維護 所以導致後方的一個雜草 已經長得比人還要高 所以周邊的一個居民也擔心 除了這個垃圾 因為雜草滋生了之後 也導致垃圾被隨意的丟棄 甚至有更多的一個蚊蟲 蛇經常在這個區域來做出沒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特別強力的一個要求 基隆市政府跟中正區公所 應該加快的來將後方的一個 整體的場域來做一個清整 除了停車場雜草重生之外 台電連同停車場土地 一併借用的宿舍周邊環境 這兩年來都沒有除草 原本環境幽靜的綠色廊道 現在變成了荒菸蔓草 雖然其實這邊沒有運動設施啦 是因為路邊那可能靠民宅的部分 裡面是也會在那邊 時常的出入走是方便啦 可是其實草長成這樣 可能一般都不曉得這邊 還有一個公園的步道設施可以走進來 我們還是要先問一下 承辦人他是怎麼情況 對啊 因為那個業務承辦還是 他比較清楚那個相關內容 為什麼說這移交的手續好像 移交手續好像有點問題 經過市議員張浩瀚和區公所協調 將在一週內將停車場除草完畢 避免夏天來臨資深並沒聞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